当实力歌手被突然要求清唱 那是当场检验唱功 周深参加综艺 你好星期六 一首尘埃 只唱了一句 就把后面的赵小棠惊艳的嘴都合不上了 当导师的周深更是随时支教 在舞台2023给学员示范王心灵的大眠 清唱自带混响 好听的一晚上播放量就破百万 周深老师 那你能给我们做个示范吗 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 我被虚毒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 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 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 王心灵自己在浪姐上轻唱彩虹的微笑 更是甜度爆摇 是不是只有王心灵唱的才能这么甜 心灵啊 可以帮我们演绎一下彩虹的微笑了 天空是绵绵的疼 就算弹下来又怎样 雨下再大又怎样 那胡彦斌自认最难唱的歌月光 被单依纯唱出了另一种感觉 我觉得你唱会很好听 过情端谁敢闹 我明月 心悲凉千古痕 轮回床 上云端 普通人唱是这样的 开口自在伴奏就算了 这个转音啊 简直是太绝了 清唱《想你时风起》 直接让这歌火出圈 清唱师傅李健的《风吹麦拉》 随便一哼都想自带伴奏 甚至当着大魔王林子祥的面 气腔翻唱也丝毫不慌 而网友也评论 感觉单依纯的清唱 嘴在唱歌 鼻子在哼哼 英皇一姐 荣祖儿 演唱会稳如CD 清唱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在天赐的声音后台 清唱大热粤语歌曲 一格格 开口就懂 为什么荣祖儿被称为 香港最后一个天后 汪苏龙真的是普通话 全献给歌曲的男人 清唱剑魂 直接硬控我18秒 话说 这版权肯定在汪苏龙手里了 不然哪能唱这么多剧 张碧晨更是清唱杀手 不仅自己放出演唱会 清唱彩排片段 在节目里 也是随时被要求清唱两句 没在怕 随着光照的方向 把你遗忘 回忆着就成我倔强的模样 曾想也那么黑 每个清晨 曾阻挡每个梦 每一道门 终于也可能 无限可能 自由发生 就汪苏龙和张碧晨 这两个音色流氓 合唱的命运上线就爆火 本来以为节目里的版本够经验了 结果清唱版更是破碎感拉满 杨坤没上火的一刻 被天籁之声王瑞卓唱火了 他在天赐的声音 奇妙练歌坊里 清唱的这几句 简直和有伴奏的没差别 空灵的声音 听得着叫一个舒服 那远山呼唤我 曾千百次路过 半山要摘几朵 便飘香歌颂着那份简单 离开我 就再也没见过 单程飘的火车 一路上哼着歌 突然好想你 突然锋利的回忆 突然模糊的 眼睛 连亚维等实力歌手 别看他们唱的好听又轻松 都说唱歌很难 实际也一点都不简单 能轻唱出自带混响和BGM的效果 不仅对 李嘉薇教唱歌 清唱展示胸腔共鸣 一整个力量感十足 这些比较像你现在的唱法 你听得出来这样 邓紫棋边健身边唱歌 不仅练气息控制 还能提高体能 一边做腹肌运动 一边练声的话 这就是为了练我丹田的力度 刘宪华独创声带体操训练大法 十秒展示声音多面性 不得不说啊 听完他们唱歌 此时一个自信的靓仔 慢慢闭上了嘴 有些钱还是得让他们赚啊 所以这么多技巧 你学会了吧 好了 我是老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环球音乐厅现场正在看 欢迎订阅老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